爭議判決 美國逆轉夢碎 美國前天 在南非市竹賽 對上穿白色球衣的斯洛維尼亞 上半場就遭到斯洛維尼亞狙擊 連丟2分 眼看對手有機會創下對時首次晉級16強 美國隊下半場急起直追 第48分鐘時 多納文帶球殺入禁區 底線附近直接起腳 球應聲入門 第82分鐘時 多納文一個長傳 隊友引開防守球員 中場小布瑞得力 無人防守 一腳踢進球門 換個角度看 美國隊追平比數 第86分鐘 美國隊又再度射門 裁判卻認定 犯規在先 進球不算 引起爭議 中場 美國就以2比2和斯洛維尼亞握手言和 動新聞綜合報導